12月11日 耶稣为何而来 而女记同有血肉之体 她也照样精致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旧式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比两分钟基督降临节的灵修小品 更有价值 这段经文将耶稣在地上生命的开始 到结束连接起来 清楚地显明了他为何而来 这段经文很适合用来 带领不幸的朋友或是家人 以基督徒的眼光 一步步地来认识圣诞节 大概像是这样 儿女记同有血肉之体 儿女一词来自于前节经文 指的是基督弥赛亚的属灵后裔 建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 五十三章十节 他们也是神的子女 换句话说 在赐下基督中 神特别瞩目的是他儿女的救赎 神爱世人 他赐下耶稣 是真实的 但是神特别地要将神四散的子民 都聚集归一 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二节 也是真实的 神的计划是将基督赐给世人 以实现他儿女的救赎 见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 你可以借着接受耶稣 而经验神儿子的名分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 即已存在 他是个灵 他是永存的道 他与神同在 他就是神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哥罗西苏二章九节 但是他取了血肉之躯 并以人性披在他的神性之上 他成了完全的人 也同样是完全的神 在许多方面 这都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但是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也是圣经的教导 特要借着死 他成为人的原因是为了要受死 身为神 他不能为罪人而死 但身为人 他能 他的目标就是要受死 所以 他必须被诞生为人类 他生来就是为了死 耶稣受难节是圣诞节的缘由 这正是今天需要说出来的圣诞意义 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借着死 基督拔去了魔鬼的毒牙 如何做到的呢? 借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 这意味着 撒旦不再有合法的理由 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罗马书8章33节 神在什么基础上称我们为义呢? 借着耶稣的保险 罗马书5章9节 撒旦抵挡我们的终极武器 就是我们自己的罪 如果耶稣的死除去了罪 魔鬼的首要武器 就从他的手中被夺去了 他无法为我们的死刑 提出充分的理由 因为审判的主 已经借着他儿子的死 宣判我们无罪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所以我们从死亡的惧怕中被释放 神已经称我们为义 撒旦无法推翻这个判决 并且神的意思是要我们最后的平安 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立即的效应 他要这个高兴的结局 移除现在的捆绑与惧怕 若是我们不必惧怕我们最终 与最强的敌人 我们就不必惧怕任何事物 我们能有自由 有享受喜乐的自由 有享受其他事物的自由 从神赐给我们的圣诞礼物 是何等的伟大 而且从我们要带给全世界 感谢观看